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潮汐》,副标题是《宇宙星辰掀起的波澜与奇观》。 潮汐是大海周期性的涨潮和落潮现象。 自古以来,汹涌的潮汐便一直触发着人们的想象,也出现在世界各地的传说里。 马来西亚传说就说,海里有一只巨蟹搅动海水,引发了潮水涨落。 还有传说认为,银河好像一架巨型水车,水轮翻转间便能填满或抽空海洋。 圣经里虽然没有提到潮汐,但有海洋科学家认为,摩西分开红海,带领以色列人民走出埃及,或许是有现实基础的。 当红海处于大潮的最低潮汐时,部分海面会干涸,露出海床。 潮汐更是在我们的文学中留下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舞》等诗句。 今天的这本潮汐,不仅将详细解释月亮、太阳与地球的相互作用如何在海洋中掀起波澜,还将为你介绍世界各地的潮汐奇观。 本书的作者乔纳森·怀特出生在美国南加州海滩,对海洋有着特殊的情感,他大学毕业时就自己造了一艘八米长的帆船出海远航,后来成了美国著名的航海家和冲浪运动员,也是一位作家和海洋环保主义者。 他曾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上航行几十万公里,有一次因落潮而遭遇船只搁浅之后,他开始研究潮汐。 在本书中,怀特融合的历史研究、海洋学、环境学与旅行等多方面的内容,展现了潮汐这一海洋律动的魅力,也描绘了我们与潮汐千百年来共存的图景。 好,下面我就分两个问题,为你解读本书的主要内容。 第一,潮汐现象是怎么发生的? 第二,我们如何与潮汐共存? 首先我们来讲讲本书的第一个问题,潮汐现象是怎么发生的? 我们都知道潮汐主要与月亮引力有关。 地球和月球相接近的部分,海洋会因为月球引力而隆起,就产生了涨潮。 而此时在地球的另一边,也就是远离月球的那个区域,也会因为地球的离心力作用而涨潮。 比如,当月亮在上海上空,东海出现了较高的潮位,地球另一端的阿根廷和乌拉圭附近的海域也会出现涨潮。 怎么理解呢?假设你用水注满一个圆的气球,然后用绳子拉着这个注水的气球,像扔链球那样水平旋转,会发现气球变成了一个椭圆形。 注水气球被绳子系着的这一端,因为绳子的拉力产生变形而凸起,另一端也会因为离心力的作用发生同样的变形凸起。 我们的地球上有超过70%的面积是海洋,它也会发生类似的变形,能引发涨潮的引力和离心力,我们统称为引潮力。 由于地球上的海水量是一定的,引潮力大的地方会涨潮,引潮力小的地方就会落潮。 因此一般而言,同一片海域在一天之内,一般会有两次涨潮和两次落潮。 并且由于月球还在绕着地球公转,每天月亮升起的时间都比前一天晚大约50分钟,每天涨潮和落潮的时间也会比前一天晚50分钟。 以上就是月亮对地球潮汐的影响,它是引起地球潮汐的主要因素。 和月球相比,太阳离我们较远,产生的引潮力也较小,但它会把月亮造成的潮汐变大或者变小。 农历每月的初一或十五前后,地球和月亮、太阳运行到一条直线上,月亮和太阳的力就叠加在了一起,造成了比平时更高的潮位,我们也称为天文大潮。 潮汐不仅受到日月运行的影响,还和地形、季风、洋流、降水等诸多因素有关,它们的加入造就了不同的潮汐景观。 先说地形,首先它会影响潮差,也就是高潮和低潮之间海平面的落差。 不同的海底地形让海水产生了不同的固有震荡周期。 每个物体都会有一个固有震荡周期,一块海域的固有震荡周期就是海水的震动,从海底的一边传到另一边,再传回来的时间。 太平洋的固有震荡周期约为24小时,南大洋约为30小时,大西洋约为13小时。 如果我们把大西洋比作一个浴缸,里面的波浪就再来回晃荡。 先在北边的法国产生波峰,13小时后,波峰出现在南边的阿根廷海岸。 如果一个物体还受到了外力的影响,并且外力的震动周期和这个物体的固有震动周期接近,就会产生共振,大大增加物体的震幅。 比如大桥有自己的固有震动周期,军队行军通过大桥时是不能骑步走的,因为一旦军队骑步走的步伐周期和大桥的固有震动周期接近,就会造成大桥剧烈晃动,甚至坍塌。 对一片海域来说,月亮和太阳的引力就是这个外力。 如果这片海域固有的震荡周期,恰好和月亮引力的震荡周期相接近,就会和月亮引潮力共振,有了更高的超差。 比如说大西洋,它的固有震荡周期是13个小时,和月球的运行周期12.47个小时接近,因此它的许多海域都有比较大的超差。 加拿大东南部的芬迪湾是世界上超差最大的地方之一,超差可达16.6米。 法国圣米歇尔海湾的超差则高达13.7米。 著名的圣米歇尔山修道院就坐落在湾中的一座花岗岩小岛上。 每当夕阳西下,明月升起,潮水就会从四面八方包围修道院,只留下一条狭窄的低道连接修道院和大路。 海水上涨的速度非常惊人,当地人这么描述涨潮,一旦潮水淹没你的双脚,两分钟后它就会慢到你的腰部,把你卷走。 圣米歇尔山修道院以前是朝圣圣地,很多朝圣者就是被突如其来的潮水淹没。 现在的旅游手册也会提醒旅行者,切勿在没有导游的陪同下四处乱走。 相比于芬迪湾和圣米歇尔山,地中海虽然也是大西洋的一部分,它的潮差就非常小,很多地方甚至不足0.5米。 这是因为地中海和大西洋之间只通过非常窄的直布罗陀海峡联通,它自己有一个单独的固有震动周期,和月亮引力震荡周期,以及大西洋的固有震荡周期都相差很远,反而削弱了潮差。 还有些海域的固有震荡周期是24小时,和太阳的运行周期接近,就会和太阳引潮力发生共振。 太阳引潮力没有月亮引潮力大,这些海域的潮差虽然不算大,但却发生了潮汐表现形势的变化。 潮涨潮落和太阳周期更同步,每昼夜涨落一次,称为一日潮。 中国的北部湾地区的潮汐就是典型的一日潮。 除了影响潮差,独特的入海口地形还会引发涌潮,又叫波浪潮。 常见的表现是,涨潮时,外海潮水涌入狭窄河道,水位猛然上涨,形成大的潮涌。 就拿乾塘江大潮来说吧。 乾塘江的河口地势平缓,呈喇叭状,往上游去河道逐渐变窄,就像一个漏斗一样。 东海涨潮的时候,海水就很容易倒灌进乾塘江,向狭窄的上游河道奔涌。 加之,乾塘江的河底有很多道沙坎,让海水前行的同时还要不断向上跳跃,越跳越高,就形成了滔天巨浪。 全世界有一百多处泳潮存在,和乾塘江一样,泳潮发生的河口通常呈喇叭状。 巴西亚马孙河河河口泳潮,潮高可达3.7米,几百公里外的上游都能感觉到它。 法国的塞纳河口的怒潮,英国的塞文河口的暴潮,在历史上曾急剧破坏性。 但随着人类活动加剧,河口的河道泥沙淤积,海水无法涌入,涌潮现象就消失了。 所有的涌潮中,没有哪个的迅猛程度能超越乾塘江大潮。 在多数海岸,涨潮需要六个小时,但乾塘江只需要六秒,仿佛魔法师挥了一下手,潮汐就从天而降。 至少八米高的水墙像蛟龙一样腾跃而起,以每秒钟十米的速度逆流而上,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 直到160公里外的上游才掩齐西谷,期待下一次涨潮卷土重来。 在《水浒传》里,陆陵好汉鲁之身,有一晚寄宿在了杭州的六河塔,夜间被千军万马杀到的声音所惊醒,抄起家伙冲出门去,发现那是乾塘江的潮声。 2000年以前,乾塘江和长江曾共用出海口,在二者分道扬镳之后,大潮就成了乾塘江的专属。 在十到十六世纪,也就是从宋代到明代,乾塘江最大的泳潮出现在繁华的杭州城附近。 当时,大潮不仅吸引了成千上万人来观看,人们还组织游泳比赛。 参与者拿自己生命做赌注,身背采齐,一跃而下,翻滚于汹涌的潮水之中,他们被称为弄朝尔。 明代诗人孙成宗曾经写道, 意思是,劝女性不要嫁给弄朝尔,大潮要人命,并不会看她是不是一个勇士。 后来,因为很多人在大潮中溺亡,这项活动就被终止了。 而随着历史的变迁,泥沙的堆积,乾塘江的河口位置不断下移。 如今,要看到最为壮观的潮水,要到杭州以东的海盐老盐舱、盐关等地。 乾塘江大潮一年365天,一天两次出现。 最大潮通常发生在农历8月18。 为什么最大潮出现在8月呢? 这就要讲到季风、降水、洋流等其他因素对潮汐的影响了。 在一些季风和洋流盛行的近海海域, 上涨的潮水借助风势,掀起大浪,造就了很多冲浪胜地。 美国洛杉矶南部半月湾的小牛浪、夏威夷、毛衣岛附近的大白沙浪,都是冲浪勇士们的最爱。 而在乾塘江流入的东海,8月的时候盛行东南季风,会助长潮水逆流而上。 再加上此时乾塘江上游降水充沛,江水下泄流量增大,碰上逆流而上的潮水,引发了大潮。 那为什么乾塘江最大潮通常发生在8月18,而不是太阳和地球引力叠加的8月15呢? 原因在于潮汐摩擦。 潮汐摩擦指的是海水的涨落运动和海底大陆架之间发生的摩擦。 它导致海水从瘦到最大力到涨到最高需要一个过程。 这就像是荡秋千,从用力荡到荡到最高点需要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通常需要2到3天。 因此乾塘江大潮发生在8月18。 世界上其他大潮一般也是在引潮力达到最高之后的2到3天达到最大潮。 值得一提的是,潮汐摩擦不仅推迟了最大潮出现的时间, 也会让地球的自转速度逐渐变慢。 科学家推测,因为潮汐摩擦的影响,地球每天要变长五万分之一秒。 化石证据也表明,地球在2.5亿年前的二叠季,一天可能只有22个小时。 好,以上就是第一部分的内容。 潮汐不仅受到日月运行的影响,还和地形、降水、洋流等诸多因素有关。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通常说的潮汐是海洋潮汐, 但湖泊、河流这些水体也会因月球引力而变形,产生潮汐现象。 只是它们的水量较小,产生的变化非常微小。 而河流的河口,以及和海洋连通的湖泊,是因为它们受海洋水位的变化明显,潮汐现象会明显一些。 比如说长江,自安徽池州以下500多公里的江面水位高度,都会受到东海潮汐的影响,周期性的涨落。 此外,地球上的气体和固体也同样有潮汐现象,大气层还有土壤的密度、形态也会发生微小的变化。 引潮力最大的地区,地壳可能会凸起多达0.5米,不过我们很难感觉到气体潮和固体潮,只能用精密的仪器才能测量到它们。 说完了潮汐的成因和影响因素,我们再来讲讲本书的第二个问题。 人类如何与潮汐共生? 潮汐孕育着生命。 有一种理论甚至认为,生命就起源于潮汐带,也就是退潮时露出来的那些原本被淹没的海岸。 潮涨潮落的力量让潮汐带上最早产生了生命所必须的氨基酸。 在35亿年前,潮汐带的氨基酸逐渐演化为了生命的组成部分——细胞。 从远古时代起,人们就在海边讨生活。 潮汐退却时,原本被淹没的海岸,也就是潮汐带会露出水面。 这里的贝类、螃蟹等海洋生物是人类食物的重要来源之一。 但潮汐给我们带来的远不止食物。 下面,我就会从利用和防治这两个方面来讲讲我们如何与潮汐共生。 利用方面,我们主要说潮汐能,能源的能。 历史学家推测,早在古罗马时期就出现了潮汐墨房。 人们利用潮汐能来碾磨古物。 而到17世纪,欧洲的潮汐墨房技术达到了鼎盛。 在欧洲国家的海岸线上,出现了1000多家潮汐墨房。 其中在葡萄牙的塔获河口附近,就有40多个潮汐墨房紧挨在一起。 潮汐墨房的原理也很简单,一般都是在潮汐河口处建一处房子, 并在河岸建起一个堤坝,形成一个水池。 在涨潮时,打开水池与河口的阀门,水流就会涌进水池。 当潮位达到最高时,关闭水池的阀门。 这样,在落潮后,水池与河口就会产生水位差。 水位差可以驱动墨房水车的木质轮液旋转,完成所需的工作。 到了现代,人们还可以用潮汐能发电。 和其他的清洁自然能源相比,潮汐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比如,太阳能电站会受到天空中云亮的影响, 风能电站会受到风力大小的影响,很难进行预测。 但每天海水的涨落都是有规律可预测的, 潮汐能电站能够更加稳定地输出电能。 世界上最大的潮汐发电站是建在法国朗斯河口的朗斯潮汐发电站。 它在1965年建成使用,装机容量达到240兆瓦, 相当于一个大型火电站的发电能力。 中国也是最早建立潮汐发电站的国家之一, 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在山东建立了第一座潮汐发电站。 传统的潮汐发电站,包括前面所说的朗斯潮汐发电站, 基本原理和以前的潮汐墨房差不多, 都是建造堤坝,形成蓄水池,靠水位差来发电。 但在海岸线上建造大规模的堤坝来蓄水, 可能会干扰当地的生态。 所以最近30年,潮汐流发电变成了新宠。 潮汐流发电意思就是直接靠潮汐产生的水流发电, 而不是靠涨潮时蓄积的高度差来发电。 比如,在沿海的海底设置一系列的涡轮机, 这样在涨潮和退潮时, 水流就能推动涡轮机转动,转化为电能。 这和风能的利用有点类似, 相当于在海底布置了一系列的风车。 不过总的来说,潮汐能的利用才刚刚起步。 据2013年的统计, 世界各国使用的能源当中, 只有10%是来自清洁能源。 而在清洁能源当中, 潮汐能只占了2%, 更多的潮汐能还有待人类去开发利用。 说完了利用,我们再来说防治。 对于领海而居的人来说, 潮汐也会带来灾难。 比如,潮汐会导致海水倒灌, 淹没大量土地。 这也叫做海侵。 面对海侵, 一些地方的人选择住在潮水里, 等待落潮。 比如在中美洲, 巴拿马,圣布拉斯群岛, 吊床是每家每户的必备品。 一旦潮水上涨, 吊床就为居民们提供了一个干爽的住处。 这种佛系的做法相对还是少见。 对待潮汐, 人们做的更多的是修筑堤坝。 早在4000年前, 潮汤江边的和姆渡人就用湿泥与结杆, 筑成了最早的海防堤坝, 称为海塘, 防止潮汤江涌潮时海水倒灌。 潮汤江的海塘几千年来一直被修整和加固, 和长城京航大运河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三大工程之一。 海塘的管理极为重要。 在清代, 官员需要负责其辖区内的海塘维护, 如果发生损坏, 会追加官员及其家属的责任, 甚至要判死刑。 近些年, 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海平面不断上升, 再加上各种极端天气, 比如台风增加, 越来越多的地区遭受到了海水倒灌的侵扰。 面对海侵的危害, 人们应该如何与潮汐共生呢? 意大利水城威尼斯的故事, 或许能带给我们启发。 威尼斯位于地中海沿岸的一个西湖内, 西湖指的是由沙坝、珊瑚礁等与其他海域隔开, 在海岸形成的相对独立的湖泊。 在涨潮时, 西湖与海水连通, 落潮时, 西湖的水和海水被露出水面的沙坝和珊瑚礁隔开。 因为建于水中, 威尼斯自公元五世纪建成以来, 就一直饱受潮汐泛滥的侵袭, 每当海平面上涨, 就会有道路和广场被淹没。 有些居民家中的客厅和厨房, 一年要进水五六次。 1966年的一次大潮, 几乎淹没了城市里的每一条街道。 城中地标有着欧洲最美客厅之称的圣马可广场, 水深深达一米。 城中最高水位甚至达到了创纪录的194厘米。 威尼斯人对潮汐是又爱又恨。 他们认为潮汐是威尼斯的一部分, 就像极光是芬兰的一部分一样。 游客们站在齐西的海水里, 戳饮卡布奇诺, 觉得十分好玩。 如果终止了潮汐, 威尼斯就会失去一些东西。 但威尼斯人也不想一觉睡醒, 客厅就泡在了水里, 退潮后还要清扫留在地面上的 臭烘烘的淤泥。 1966年的大潮后, 人们开始讨论如何解决 威尼斯的海侵问题。 一开始观点主要分为两派, 一是无为而至, 接受潮水带来的小麻烦, 用水泵把水抽掉。 他们觉得如果我们尊重自然, 自然也会尊重我们。 另一派观点则想用工程用钢 和混凝土水墙来彻底阻隔潮水, 但墙体一旦破裂, 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而墙体破裂是早晚的事。 最终, 威尼斯人决定采取折中的方法, 他们可以忍受城市低洼处 偶尔潮水泛滥, 但像1966年这样的大潮 是无法容忍的。 终于, 在30多年后, 意大利政府从2003年起, 开始在威尼斯西湖 与亚德里亚海之间 建造摩西工程, 这个工程包括一系列的闸门 和一个预警系统。 闸门一共有四扇, 由78块可以活动的板子组建成, 每块活动板重达300吨, 通过铰链和海底的 混凝土基座相连。 维尼斯西湖和地中海之间 有三个狭窄的海峡, 这些活动板平时就被平放于 这三个海峡的海底, 让海水自由流通。 预警系统能对闸门附近的天气、 水位与风的状况 进行实时监测, 还可以对附近160公里内的船舶 提供的数据进行实时分析。 在遇到大潮时, 摩西工程会通过手机信息 或全程广播, 向威尼斯市民发布 低、中、高三级潮水警告。 当低级警告发出时, 海水会发生倒灌, 从圣马可广场的 雨水管里冒出来, 圣马可教堂的入口 会浸在20厘米深的水中。 假如你这时正在威尼斯旅游, 不用担心, 因为公共工程的员工 就会架起栈道, 工人行走。 街边小贩则会摆出 便宜的塑料靴子售卖。 除此之外, 威尼斯一切照常。 这些低级警告 每年会出现三次十次。 专家们估计, 预警系统平均每年 会发出五次高级警告。 只有那时候, 摩西工程那四个 明黄色的闸门 才会被启动。 空气被注入闸门内部, 闸门就会升起来, 把细湖和地中海隔开, 它们可以抵挡三米高的大潮。 2020年7月, 耗资约450亿人民币的 摩西工程闸门 最终通过验收。 除此之外, 威尼斯人还用输郡出来的淤泥 在细湖里建造沼泽, 作为迎接潮汐的天然缓冲地带。 摩西工程与环保项目相结合, 比单纯的混凝土墙 适应性更好。 与潮汐斗争, 也与潮汐相伴。 威尼斯人的经验 是人类与潮汐共生的一个缩影。 潮汐就像大海的呼吸, 将一直伴我们左右。 我们对潮汐的探索 也将继续下去。 好, 潮汐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下期见。